在研究中,科学家们分析了南桥治亚南部和其地间群岛上的企鹅活动,如何影响温室气体排放,其中包括了一氧化尔蛋。 该岛是世界上皇帝企鹅族群最多的地方,估计有15万对的成年企鹅。 研究人员发现,企鹅活跃地区的一氧化尔蛋含量比正常高120倍,其排量比试用含氮肥料的丹麦农田高出100倍。 这种肖气并非由企鹅直接产生,而是与它们的捕食习惯有关。 皇帝企鹅的主要食物是鱼类和零虾,这些食物都充满蛋,并透过企鹅的排泄物排到地面,而土壤上的细菌再将氮元素转化为一氧化尔蛋。 虽然肖气是温室气体,对环境的影响比二氧化碳多300倍,但科学家表示,与人类活动的排放量相比,皇帝企鹅所排放的肖气对地球的影响微乎其微, 但随着它们的栖息地逐渐扩大,不排除肖气的排放量可能会继续增加。 东斯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